粉丝化的花小楼 她的CP是成锦衣 闺蜜是月无双 她性格呆萌 还有点小韧性 贪吃 胸控 能歌善舞 还是个小学渣 她对于糖葫芦有着超乎寻常的执着 她有一头鲜艳的棕红色头发 脑袋后有着极具辨识度的发际和桃花 她的衣服灵感来自于汉服如群 以红白作为衣服的主色调 改良的短裙和飘逸的袖子 既兼顾了少女的活泼 又保留了国风属性 她的出场动作是洒花 走路时路上会留下花瓣 非常好看 她是拥有超过4亿注册用户的沙盒平台 迷你世界中的人气皮肤 也是两季斩获三五亿播放量的动画 花语成型的女主 她的性别是女 年龄是12岁 有跟她一样大的小伙伴吗 她的生日是9月21日 有跟她一天生日的小可爱吗 她的粉丝名称是花粉 你是她的小花粉吗 我画的花小楼 她是迷你世界一个绝色的新皮肤 从风格来看 这是充满古风意味的装扮 而且从官方故事中 我们也知道她真的很不容易 她想回到故国 跟哥哥一起观看烟花 但天不遂人愿 现如今她只能天涯沦落 而不知人在何方 就是因为这个凄美的背景故事 她才拥有这么高的人气 而且这款皮肤的特效也很不错 玩家拥有之后 不仅可以解锁头像框 而且身体还会散发出 朵朵桃花的特效 你有这个新皮肤了吗 你感觉这个新皮肤怎么样 好看吗 最近几年 迷你世界也确实推出了 不少非常经典的皮肤和坐骑 就像前段时间 官方举办的五周年活动 这次活动就给大家奉上了 以敦煌文化为主题的皮肤和坐骑 它们简直就是 手游界里成碑一般的存在 在这么多皮肤中 它简直是人见人爱 大家知道这次它的形象变化 和什么相关吗 我给大家四个选项 把你认为正确地发到评论区 A 花语形成4要开播了B 有新直播C 新皮肤 D 只是普通的衣服 你感觉是哪个呢 你们猜到我画的是谁了吗 你喜欢谁画的呢